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一句话 搞了个大新闻 在2月26号的巴黎援武峰会之后 他说 并不排除今后向乌克兰出兵 俄乌冲突两周年刚刚过去 这个表态无疑是爆炸性的 所以48小时内 仍然在国际各大媒体的头条 北约欧洲各国 忙不迭地辟谣 否认 驳斥 俄罗斯也怒了 马克龙是欧洲大国政治家里 少数不那么官腔的总统 他看起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背后 你细品总是有那么点道理在 比如说2017年的北约脑死亡论 比如说他喊了很久的欧洲战略自主论 其实这一次马克龙并不是主动挑事被视为亲俄派的斯洛伐克总理飞佐在出席这场巴黎峰会之前他就表示有文件显示一些北约和欧盟成员国正在考虑在双边的基础上派兵到乌克兰所以才有记者向马克龙去求证 再加上马克龙同时宣称我们会尽一切所需的办法来保证俄罗斯不会赢得这场战争 俄罗斯被击败是欧洲安全和稳定所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这就让人决定了 我觉得马克龙并不只是在打嘴炮搏眼球这么简单了 第一从主张对俄接触到变身为反俄先锋 马克龙的对俄态度转变是有记可循的 2023年出俄罗斯这边放话说 马克龙与普京的对话到此为止暂停了 随后我们就看到了马克龙来了一招攻心计 在德国对援武坦克犹豫不决的时候 他说我们给乌克兰的步兵战车 它就是坦克 这就把德国总理舒尔茨逼到了墙角 而后英美也只能跟进 那么今年1月份他又故技重施 德国政府持续是反对把射程可达500公里的 金油座巡航导弹供应给乌克兰 他在德国国会表决是否输出这款导弹的前一天 宣布向乌克兰输出更多英法合力研发的暴风引巡航导弹 那么第二点在这场的巴黎峰会上 马克龙是决定放弃将军援乌克兰同欧洲国防产业政策捆绑的坚持 他同意加入到捷克主导的向外采购弹药计划 所以种种迹象显示 马克龙起码是真的不希望俄罗斯赢的 但说到出兵这件事 哪里有这么简单呢 首先即便真的出兵援武 绝不可能是万人大军上前线 大概率是扮演幕后角色 要自己国家的军人为了保卫他国而牺牲 并不是一个轻而易举就能够实现的政治决定 而且最新明道显示 只有10%的欧洲人认为乌克兰是有可能赢得这场战争的 所以派兵去乌克兰这件事 一定会遭遇民意的大反弹 所以我认为马克龙的真实思考逻辑 仍然是他念念不忘的欧洲战略自主 美国现在放鸽子了 迟迟不给军援 乌克兰如果真的就打不下去的话 你让欧洲面子往哪搁呢 战略自主又从何谈起呢 所以他在这里是警告 也是预告 万一武军溃败 我是有可能出兵的 俄罗斯你也悠着点 最后马克龙的原话里边有说 出兵打俄罗斯那几个字吗 其实并没有 而且从斯洛伐克总理的话里 也可以看到 所谓的双边基础的出兵方案 会不会指的是 在俄欧冲突结束以后 以近期各国和乌克兰签订的 双边安保协议为基础 向乌克兰去派兵呢 我认为可能性是极大的 俄罗斯反对北约东扩 但如果只是国家对国家之间的军事合作 它并没有办法阻止 事实上峰会上马克龙自己也说了 我要保持战略模糊 我并不能够透露更多的细节 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 精心琢磨的话术 引发了关注 引起了讨论 甚至可能引发一些反思 说了 但又好像没说 听到的人却陷入了沉思